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正式的考题 第一件事用特征值命题 第一件事用特征值来命题 标题二,但是是第一个考点 一,那么的零是特征值 大家注意啊,刚才理解了啊 你求这个那么的怎么求的呢 令他得零 你求出来的是那么的零 那么零带进去是不是得零 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那么如果不是特征值 那么这个行列是一定不得零 对不对大家 我们可以反其道行之 如果给了你这个式子 叫做AA加B的行列是得零 或者说AA加B是不可逆的 那么A不是零 A肯定不是零 A是零的话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好,对不对零 则负的A分之B一定是特征值 各位,这个特别爱考 我给你简单推导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是B,E减去负AA的行列式 能听懂是吗 那B,E加AA嘛 就这个东西是吧 然后呢,你要把谁提出来 很好 大家把负A提出来 是不是可以的N次方 N接,N接嘛 N接提出来是不是可以的N次方啊 然后剩下的 是不是就负的A分之B 乘以单位振 再减去A的行列式 是不是这个东西 大家看懂没 这是不是就那么的 所以那么的等于负的A分之B 给我记住了啊 记住直接得分 它题目一定这样说啊 叫做AA加BE的行列式得令 故利己车 Number等于负的A分之B 这就叫用特征值来命题 一会儿我们来看题啊 一会儿来看题 第二件事情 那么这个我们说了很多次了 第二讲就讲过了 A的行列式呢 是得特征值的连程 A的G 主对交线因素之和 是特征值求和 把它加起来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非常常用的东西 要把它把握好 好,第三个 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各位我们的笔记还在呢 我们写的笔记依然还在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讲到第二讲的时候 给大家看了这个表格 有两件事说过了啊 A的特征值是 Number特征向量可碎 那么对应的FA的特征值 还是FNumber 特征向量还是可碎 而这两个就不介绍了啊 因为K倍的A和A的K次方 都包含在A的多项势力 好,A你 特征值还是Number分之一 特征向量不变 A的伴随 特征值是Number分之A的行列式 特征向量不变 都解释过了啊 都解释过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啊 接下来我们再强调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PDAP的事情 我再重复一遍啊 这个非常重要 我再重复一遍 请大家注意 那么如果A可碎 等于Number可碎 那么请问PDAP呢 大家知道 如果令PDAP等于B 你给我听好了啊 我马上就要讲 2023年的考验题了啊 这个题出相当漂亮 从来没考过 马上就能出题 绝对不是说 李网的陈题 我给你看一个精彩的啊 仔细听啊 那么如果PDAP 那么就是 就是等于B 那么意味着PDAP 是B 那么A和B是比较相似 所以大家知道 PDAP实际上是A的相似举键 对不对 那么相似举键 你怎么造出这个PDAP呢 很简单 左边呈上PD 这个没问题的 那么等号这边 写成NumberP 这个没问题 Number提到前面去嘛 但是A呈完之后 你不能在可A和可碎中间 把它放一个举键进去 那做不到的 举键进去没有交换率的 可是呢 大家知道 E的没有用 对吧 E是不是可以写成什么 很好 是不是叫P P 对了吧 E写成PP 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 那就是P逆AP 看到没有 那么乘上一个P逆可碎 注意啊 P逆可碎啊 那么它就等于Number 乘上P逆可碎 出来了 由于可碎是非零向量 那么P逆又是可逆矩阵 所以P逆成可碎 一定是一个非零的向量 所以我们对于A来讲 如果特征是Number 特征向量是可碎的话 那么对于P逆AP 也就是它的相似矩阵来讲 记住啊 只要是相似矩阵 那么它的特征值不变 看到没有 Number是不变的 但是特征向量变成了P逆可碎 它的特征向量变成了P逆可碎 我马上来看这种题 你得琢磨去编这个题啊 那么这个要考上了 各位这个分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好 最后说完它啊 2 Fx是多项式 如果矩阵A满足 Fa得零 不要犹豫 立即推 Fnumber得零 你记不记得我前面说过一个 如果A的三次方得零 是不是你推出了Number三次方得零 是不是所有的Number都是零 还记得这件事吧 我讲过了啊 这个后面我们还要用 是吧 好 第三件事情 也说一句啊 这个事情呢 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啊 在这个小题里面 大题里面要注意 是吧 有一个不能套奏的地方 A的转质和A 特征值上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没放在表格里了 我说一句你听啊 因为你求特征值 叫Number的E-A的行列式 是不是让它得零 对吧 大家 是不是求那么的 这是A的特征值 但是呢 我们可以注意工作 根据行列式的第一个性质 一个矩阵的行列式 是得这个矩阵 转质的行列式的 对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 现在我们把转质啊 把它写进来 那就变成了Number的E-A的转质 大家看懂了吗 转质放在这上面 是不改变的 放在这上面叫转质 大家看明白没 故你会发现一条 这个特征方程 是不是跟这个特征方程 是一样的 能懂吗 所以你从这儿是知道 A的转质的特征值和A 一定是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你不写到 这个表格里去呢 但是请注意啊 特征项量 却没有任何关系了 为什么呢 你要想啊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你把那么大零求出来 那么大零 一减A X得零 各位 这是这个系统矩阵 你把那么大零 那么大零是一样的 一减去 那么这个A的转质 A的转质 各位 你要想啊 这两个方程组 是不是不是在有联系 你顶多说 简的这个矩阵是转质的 能明白吗 能明白我意思吗 你转质了以后 那就这个他打转质是一样的 那么你转质了以后 原来这个方程组 你转质以后 他的方程组全变了 明白吗 他们并没有关系 要怎么办呢 要单独计算 才能得出 就这一点上呢 大家要小心 没有什么好啰嗦的 就是这个词 老老实实地做就行了 你老老实实地 单独计算 才能算出 你不要去想 A的转质 他的转质向量 能够一眼看出了 跟A什么关系 这样说明白了吧 这个要单独计算 就可以了 好 说完了啊 接下来 我们来 签计打铁 迅速看题 先看这个7.3 好 来开始了 请看7.3 哎呀 这个题目 太漂亮了 题目太漂亮了 7.3 立体7.3 来开始啊 立体7.3 说 是A是三级矩阵 分析 A的行列是等于3 那么满足 A方加2A的行列等于0 2A方加1的行列等于0 则 代数余子是 大11加大12加大13 等于几 这个相当于把第二讲 哎 对了 升级了 你代数余子是求和 我这还有东西叫中和 好 开始了 看这个 A方加上2A 立体7.3 推出来了 是不是叫做A加上2E 对不对 好 由于呢 这个A方加2A的行列式 就等于A 乘上A加2E的行列式 那就等于A的行列式 乘上A加上2E的行列式 各位 是不是等于0 它等于0嘛 故它等于0 由于A 是可立的 A的行列式等于3 不等于0 立即推 A加上2E的行列式 对不大家 出来的 开始背 A加上BE的行列式 得0 立即推 那么的等于几 负的B分之A 出来吗 负的A分之B 写翻了 完美一遍写 立即推 那么的等于 负的A分之B 有了吧 你把它写出来 是不是A分之B 那不是再按出来吗 所以由这儿 我们立即可以得到 它的有一个 那么的1是等于 负的A是1 是不是 是负2 所以马上知道 它的结果是负2 不要速度 你不要再重复 再去 是蜕变了 好 同理 那么2A方加上A的行列式 就等于 你再把A提示来 上下是不是 2A加上单位的行列式 那就等于A的行列式 乘上 2A加上A的行列式 是不是得零 由于A的行列式 不得零 所以立即推着 2A加上A的行列式 等零 立即推 来 那么的2 等于负的A分之B 二分之一 对不对 好 一个是负2 一个是负二分之一 请问那么的3 怎么求 打得好 又由于A的行列式 是等于 那么的1 乘那么的2 乘那么的3 所以马上可以得到 那么的3 就等于 他俩乘起来是1 所以那么的3 就是行列式 A的行列式是解释 3 那么的3 出来了吧 出来了 好 三个特征出来了 我想接下来 不用犹豫了 那么马上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根据我们的推导 大1加2 加上大1 加上大1 大1 太好了 是三个特征值当中 怎么样 任意两个相乘 再相加 可以了吧 我想直接 这个答案 是不是就出来了 能听懂吗 我直接来了 我就不要再说 再推一遍 我不要再推一遍了 它应该是在于 那么的2 乘那么的3 加那么的1 乘那么的3 加上那么的1 乘那么的2 对不对 你复习过了 你复习过了 你不要按我书们这个答案重写一遍了 那么直接就来了嘛 他俩强是负到二分之三 再加上他俩强 那么的一切那么的 那么加上负到六 再加上他俩强是一 是负二分之三 加上负六加上一 等于负到二分之十三 就有了 能跟上吧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 很漂亮的 这种考题很漂亮的 把它搞清楚 好紧跟着啊 再来一个 我下面来考题了 我们要来考题了 我们要来考题了 请大家看 立体7.9 来立体7.9 立体7.9 我给你讲一个极为重要的考题 看立体7.9 来题 立体7.9 看题目 哎呀太漂亮了 我给你划了过去了 立体7.8 各位 我说一句话 这一题是2020年的大题真题 我考前讲的原题 问问你们 师兄师姐 视频还在啊 视频还在啊 我后来吹了好久啊 吹了好久 原题啊 你们考的当天 就是这种 就是相互办理题 就是我们九将军的原题 好又来了 又来原题了 又来原题了 分析 Triple Star 2023年 考听 12A局限 P局限 B等于P逆A的104方向P 则B加1的全部线性无关的通向量是尾 你看到没有 这个说得很清楚啊 B是等于P逆A的1004方P 我来问你来答 这不是就直接推了吗 那么就是B是相似于A的1004方的 大家对不对 根据表格 我们刚才讲了啊 大家注意 如果一个矩阵的特征值是μ 是n的好不好 n的 特征要是c 我这超过去写 因为现在不是A啊 是不是 我现在你先别抄啊 如果它的特征值是那么大 特征向来是c 给我背 B呢 很好 特征值不变 特征向来写成 P逆c 不是这个东西吗 你怎么这马上就解决问题了 好 现在我来问你来答 我们开始写了啊 请问A的1004方 它的特征值是什么 好 我说给你听啊 你看好了 很简单 我们先把A的特征就求出来啊 在这儿 叫做nm的1-A的行列是 各位是不是得良 非常简单啊 就是nm的-1-2-5 nm的-4 各位 这是不是行列得良 能听懂意思吗 你把求出来 立即推 nm的1-1 nm的2-6 这是小菜一节 好不好 好 听好了啊 我现在是 一个是-1 一个是6 那我问大家 有多像是 可知 A的1004方 是不是叫F-A A对应的特征值 是那么的 F-A对应的特征值 是不是叫F-那么的 能懂吗 所以我们这里的特征值 大家马上就知道了 所以特征值就出来了 那么我特征值呢 对呢 你对应这-1的特征值 叫-1的1004方 是不是有个1 -11004 是不是1 这其实是用不着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是他 然后这个对应这6的特征值 你6这个特征值 你想 这算是6吧 好 6对应的特征值呢 是什么 是6的1004方 对的 就是这个东西 我解释清楚了啊 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请问B的特征值多少 你仔细听啊 没有题目 没讲完的啊 我先说B 是不是 也是1和6的1004方 对了吧 好 注意 但是 对于FA来讲 特征值是差 这个特征项量 可思是不变的 故 你要求了啊 你求这个 你要求的 那么大1 对你的-1 对你的特征项量 对你的特征项量 这个 你就求出来 是带进去啊 把它写出来啊 这个很简单 因为这是小二阶啊 小二阶 非常简单 你把-1带进去 叫做 -1-A-X-0 对吧 大家你求出的 你对你的可思1 我们算一下 对应的特征项量是-11 这个太简单了啊 不要宣明夺主 能听懂我意思吧 好 然后你把6带进去 6E-A-X-0 你对你的可思2 算出来是25 这样说大家懂了啊 所以对应这1的 那么你即使100次方 你特征值变了 特征项量不变 还是-11 能懂我意思吧 它对应这6的特征项量是25 那对应这6的140 还是25 能懂吧 好 那么听好了 对于B来讲 它的特征值不变 它的特征项量是不是变了 变成什么 P-N-A-R-A-Y-A 对不对 我知道同学们问 老师 它写了B加E 各位有区别吗 那你现在想一件事情 那么我马上给你把这个推倒一下 这个过程我就擦掉了 这个过程擦掉了 整个这个里头 解决完了 解决完了 好 我问你答 B加E是什么 B加E是不是叫做FB 是不是B的多项事 那么对于B来讲 B的特征值如果是那么大 仔细听啊 那么FB的特征值 是不是叫F那么大 但是特征项量是不变的 对不对 逻辑听懂没有 这题文有两环 首先是A跟B的关系 是用FA了 它故意在绕大家 就是你是FA跟B相似 不是A跟B相似 但是没有关系 FA只不过你特征值变成F那么大了 你跟着特征值变成F那么大 但是特征项量还是 是P逼可塞 听懂没 B是P逼可塞 它是P逼可塞 好 你现在不是问B 你问的是B加E 好 没关系 B加E是FB 是B的多项事 但是对B的多项事来讲 它只改变了B的特征值 没有改变B的特征项量 所以B加上E 各位 你就不要讲相似了 它就不相似的问题了 好 B加E之后呢 这个特征值变成了2和1加6的100次方 能听懂吗 它无非特征值变了 你变成F那么大 不就是1加上 刚写的几来的 1加上E 对的 1加1 和1加上6的100次方 无非是变成这个了 可是它的特征项量 依然是P尼克森1和P尼克森2 明白了吗 所以你最终求的东西就是这个 是P尼克森1和P尼克森2 解释完了 所以这题答案就出来了 它的P已经告诉我们了 是1101 看到没有 我们也求出来了这里的 克森1和克森2 你答案就非常容易得出来了 所以我们得到P尼克森1 它就等于 那么这个很简单 你当作出论证看也行 你当作主对调负变号也是可以的 这个P尼呢 就是写的 1-101 对不对大家 所以就写成了 那么1-101乘上-11 这个答案呢 就变成了-21 对吧 然后呢 P尼克森2 它是这1-101 那乘上25 那变成了怎么样 就变成了 -35 所以呢 答案选择是 -21和-35 那个应该选择是解 应该选择是B 这个-21和-35 这个东西 好 这个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我说到这里了 我说到这里了 我说到这里了